一起来看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四节到十八节 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四节到十八节 找到了我们一起来读 预备一起 道成了肉身 住在我们中间 充充满满地有恩典有真理 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 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 约翰为他做见证 喊着说这就是我曾说 那在我以后来的反成了在我以前的 因他本来在我以前 从他丰满的恩典里 我们都领受了 而且恩上加恩 律法本事借着摩西传的 恩典和真理是由耶稣基督来的 从来没有人看见神 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 将他表明出来 阿们 我们低头再次祷告 慈悲天父恳求你恩待和怜悯 早晨的时间带领我们 来到你面前 向你礼拜 寻求你的面 求主赐恩给我们 求主保雪 再次遮盖 竭尽我们一切的过犯 恳求主的圣灵 亲自在我们心里面 做光照 感动 引导的工作 让我们透过圣灵 和圣经的见证 在圣灵的光照下 让我们认识 在圣经里面启示的 耶稣基督的真理 让我们更好地认识耶稣 认识基督 明白道和我们的关系 愿主亲自恩待 祝福一下的时间 与我们同在 如此祷告 奉靠耶稣基督的圣灵 阿们 早晨我们盼望利用五天的时间 我们在为下一周的 秋季常经会 做特别承导 这样的期间 我们将探讨一个主题 就是道或者是话语 和我们生命信仰的关系 这个主题 昨天早晨 我们谈到了 道它是它的神性 也就是说它的先存性 它的神性和先存性 以及它在创造中的 中宝的这个职份 也就是说在创造当中 万有都是借着道而造的 所以在这里面 其实我们谈到了 道和我们之间两种关系 一种是作为神 它并不是只是一个 我们所被新派也好 或者被绝大多数基督徒 误以为的 仅仅是我们 效法的榜样 是我们一位伟大的教师等等 当然它是 但是在它诸多的身份 和我们之间的关系的里面 比起它作为我们的模范 或者是老师之前 更重要的 它比起一位卓越的夫子 卓越的先生 更超越的一位就是 在万物被造之前 他是神 他的先存性 所以约翰在谈到 他是道的时候 是以他成为人为前提 就是大家都在听到 使徒和基督徒在传扬的 这位耶稣 他乃是太初 或者说在万有之先 在更古之前 在更古当中 在万有被造之前 他就存在 因为他就是神 他与神同在 不但如此 他是神 更重要的 还有一个点 就是他是神 他不只是在永恒当中 他三一上帝 独自存在的这样的神 更重要的是 他实行创造 万有我们所知道的 所看见 所看不见的 包括我们自己 人类 天上的使者等等 万有一切 都是借着道所创造的 所以从因此 道和他所创造的世界之间 就存在着 不可分割的关系 这个不可分割 不是道依赖于被造物 而是说被造物 依赖于道而存在 因此人 这种存在 就不可能脱离与道的关系 所以我们从这种追溯 或者是说道序的方式 来思考 人为什么要信耶稣 人为什么要信上帝 人为什么要依靠耶稣 因为人这种存在 从原初的时候 人就不是孤立存在的 人原初的时候 就是依赖于道而存在的 而且我们查考 希伯来书里面的时候 说的 他借着他全能的命令 拖着万有 他不仅创造 他继续维系 所以我们正如使徒保罗 他在雅典传道的时候 所说的 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于他 因此我们昨天谈到了这种道 无论是他的先存性 还是他的创造的中宝性 包括他持续的这个护理 我们都和他脱不了干系 因此我们应当认识他 寻求他 依靠他 生命在他里面 这生命就是人的光 那今天我们将谈到 另一个问题 就是十四集所说的 道成了肉身 那位太初的道 万有不仅借着他而造 我们也是借着他而来 他是神 他是在永恒当中就存在的 他是先存的 不但如此 进而 约翰又说到 这位道 却成了肉身 住在我们中间 什么意思 这位道 取了人性 取了人性 批带人性 来到人间 这就是我们所熟悉的 玛利亚被圣灵感应 生了耶稣 那位耶稣 就是以色亚所预言的 他在 他 他成为永在的父 全能 和平的君 他的根源在亘古 所以 他就是那位道 永恒的道 那位先存的道 那位万有借着他而造的 那位道 却成为人 道成了肉身 不是道变成了人 道从此不再是道 而是成为一个普普通通的 拿撒勒的青年 或者婴儿嘛 草里的婴儿而已 道 仍然保持着他先有的神性 但是他却 取了人性 批带了人性 在人性当中 来到我们中间 那么我们就可能会思想 为什么道 一定要成为肉身呢 为什么道 一定要成为人 来到我们中间呢 约翰作见证说 使徒约翰作见证说 充充满满的 有恩典 有真理 道成了肉身之后呢 在他里面 有恩典 和真理 短短的十四节到十八节 这几节经文里面 我们看到恩典和真理 重复出现 十四节 充充满满的 有恩典 有真理 十六节也说到 丰满的恩典 切恩上加恩 十七节 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 恩典和真理 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 这里面提到了 重复提到恩典和真理 那么什么是恩典呢 什么是真理呢 我们对比一下前面 再次回到前面 那位亘古当中 在永恒当中存在的 这位道 不只是独自完美的存在 不只是万有借着它 由它而出 借着它而造 重要的是恩典和真理 是带着恩典和真理 来到我们中间 特别是 十七节说到 律法是借着摩西传的 恩典和真理 是由耶稣基督来的 那这句话到底什么意思呢 律法 摩西当然是当时犹太人 所熟知的 那这里面 并非是把摩西和律法 对立起来 也不是替代的关系 比起替代和对立 更重要的是 透过这种对照 来凸显耶稣基督 为什么呢 律法和恩典 恩典真理 他们之间 不是绝对存在着 这种代替 或者是对立关系 为什么 因为律法里面 也有恩典 也有真理 比如说我们所熟悉的 律法里面 包括道德律实践 当然是真理 关于神永恒不变的真理 关于人 在神的面前如何生活的真理 前四条 后六条 前面关于 敬前 后面 关于公益 或者说正确的生活 那么这是真理 恩典也一样 律法里面也有恩典 真理也一样 包括礼律 民事力 里面也包含着真理 那里面启示了 一个人如何在神的面前 过合一的生活 我们是罪人 所以我们要透过献祭 我们要在特定的日子 时间 特定的场所 特定的方式 去为我们赎罪 我们去亲近神 然后我们在民事法当中 我们如何将这个 实戒的精神 在社会当中 在当时的犹太社会当中 在社会当中 去与灵舍的关系当中 去实戒 所以律法里面有真理 无论是道德律 礼律 还是民事律 不仅如此 律法里面也有恩典 比如说 我们刚才所提到的献祭 献祭就是一种 恩典的表达 我们这些罪人 律法里面不只是定我们 是罪人 因为我们违背了 实戒的命令 但是还为我们设立了 罪得赦免的途径 五大祭里面 什么反祭 赎罪祭 赎千祭 平安祭等等 我们如何在神的面前 虽然犯了罪 遭神的愤怒 但是如何 罪人 借着上帝的恩典 设定的设罪 与神和好的这样的 途径 这种方法 让我们与神和好 当然 我们看到 律法下的恩典 和真理的量 虽然在本质上 恩典和真理 与耶稣基督所带来的 恩典和真理 是一致的 本质上是一致的 在表达和实行的形式上 可能有不同 在量 恩典的量 真理的量的 光量的程度上 可能有所不同 但是本质上是一样的 同一个恩典 同一个真理 因此我们在学 基督教药业的时候 在理解新旧约的关系的时候 新约并不是废除 这个废除不是完全 否定礼仪里面 所传达的那个真理 所指向的真理 只是在形式和方法 形式上废除了 但是那个仪式 所指向的真理 本身没有废除 所以弟兄姊妹 在这里面 我们看到并不是 把摩西和 耶稣基督对立起来 是对照 甚至是我们看到 摩西做的工作是 这个弟啊 是借着 借由摩西领受了律法 上帝透过摩西 赐下了律法 然而呢 律法所指向的 所阐述的那个真理 真正的成就 实际的来到我们中间 乃是由基督来的 耶稣基督来的 所以更重要的是凸显 更重要的是发展 上帝在旧约当中 借着摩西所赐下的真理和恩典 或者说律法 如今借着基督 更明显的 更具体的 更真实的 更实际的 成就了 恩典 真理 是由耶稣基督来的 所以对犹太人来说 不是信摩西就足够了 而是要信耶稣基督 因为他更超越 他来了 才把律法和律法的礼仪 道德律里面 所指向的那个恩典和真理 真正带过来的 不是由摩西带的 不是由摩西赐给我们的 摩西只是借着摩西的手 赐给我们的律法 所以真正律法 所指向的真理 律法所教导的真理 所指向的恩典 乃是由基督来的 所以要信耶稣基督 我们留意的话 我们就会发现 恩典和真理 总是一起来谈 使徒约翰 充充满满的有恩典 充充满满 崩满 都是强调量 那这里面恩典和真理 恩典和真理 他谈到了两次 重复 一起谈 恩典和真理 那么什么是恩典 什么是真理 我们简单的说 如果说真理是告诉我们 这个启示性的意义 基督来了 赐给我们启示 将何为真理 何为正确的 真实的告诉我们 基督来带给我们真理 无论是从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恩典是什么 恩典是真理告诉我们的 我们活不出来的 恩典使我们可以活出来 所以旧约里面 摩西次相律法 里面也有真理 告诉我们什么正确的事情 实戒等等 律法里面也有恩典 但是那种恩典呢 是借着预言 应许和预表象征所指向的 旧约里面也有恩典 只要凭着信心 遥望那个礼仪 里面所象征的 所指向的 所预表的 预言里面所指向的 应许里面所应许的 仍然可以得恩典 但是那个恩典实际 是在基督里的恩典 所以我们可以区分来看 道成肉身的基督来了 带给我们两样 当然这种两样 并不是绝对分割的 我们在谈论的时候 是分开恩典和真理 但是他俩不分开的 不是独立存在的 所以我们可以说 耶稣基督来 带给我们两方面的意义 第一方面是 启示性的意义 他告诉我们真理 第二就是救赎性的意义 透过他的救赎 使我们能够活出那个真理 所以恩典使我们活出真理 真理告诉我们什么是对的 因此我们看到 耶稣基督的生 他的一生当中 他的生涯当中 在地上的生活当中 工作当中 他就包含着两个层面的工作 一个是启示 一个是救赎 所以我盼望我们 透过两个方面来看 那今天呢 我们从第一个方面来看 就是启示性的意义 所以这两个 其实关系上 是不可分割的 因为我们从启示来说 启示也具有救赎性意义 因为上帝赐下真理的知识 就是为了让我们得救 救赎也是 如果不借着启示的话 我们也不可能获得救赎 因为耶稣基督做成了工作 他所赐下的真理 都是教导他和他是谁 他为我们做什么 让我们借着他的启示 信他所做的工作 从而获得救赎 所以两者之间是相辅相成的 但是为了我们全面的了解 我们把它区分开来理解 但是他俩不是割裂的 所以我们首先来谈 道成肉身启示性的意义 本文里面提到了 他到自己的地方来 自己的人却不认识他 不接待他 他被拒绝 这是耶稣基督生平当中 约翰在约翰书信 序言的部分就提到了 他来到这个世上遭受拒绝 在约翰福音里面 我们也看到很多犹太人 常常去拒绝耶稣 反而希腊人 什么希利尼人 希腊人就是希利尼人 然后谈到什么 叙加人的那些外邦人 反而来接待耶稣 很多的犹太的领袖们 反对耶稣 最终因着犹太人的反对和拒绝 耶稣被定的是这样 一开始就谈到了这个问题 到自己的地方来 别人却不认识他 然后不接待他 然后后面就提到了 这个约翰 诗写的约翰 为耶稣做监政 他不是光 而耶稣基督才是光 约翰不是光 是为耶稣基督 这位真光做监政 光的重点 也是强调这种启示 真理 然后十八节谈到 从来没有人见过神 唯有父怀中的独生子 将他表明出来 十四节和十八节里面 再次重复了 再次强调了道的神性 父独生子的荣光 这个父独生子 就是独一的儿子 不是指他 借着玛利亚出生这件事情 独生子就是太初的那个道 道与神同在 道就是神 这里面强调了 在父和子之间 当然这是指三一上帝的 父的位格和子的位格之间 位格的关系 所以他称为 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那个道 道称为父独生子的荣光 这位独生子 批带人性来到我们中间 所以约翰也亲自与耶稣相遇 也见过他 见过他的荣光 见过他的荣耀 然后从来没有人 见过神 唯有父怀里的独生子 再次强调 这位道成肉身的 或者说这位耶稣基督 虽然不认识他 但是人不认识他 但是他是这位独生的儿子 圣子 三一上的第二位格圣子 那重点我们来看 从来没有人见过神 唯有父怀中的独生子 将他表明出来 那这是说到 将看不见的神 显明给我们 这就是启示性的意义 那有的人可能会质疑 什么叫做看不见的神 神是灵 三一上帝 除了第二位圣子 到独生子 他曾取肉身来到这个世间 以肉眼可见的方式 向我们显明 除此之外 七三一上帝都是 他的本质是灵 纯灵的存在 那么灵 他是超越我们 五官感官 看不见摸不到 我们如何去认识他呢 在旧约 上帝曾多次多方 多种形式 不同次数的 向旧约的百姓 显现 注意 显现 比如说 上帝曾经 以天使的 形 样子 样子 旧约里面 耶稣基督没有取肉身 所以旧约里面 上帝常常以天使 以什么使者 耶和华的使者 甚至以人的样子 显现出来 所以那个不是旧约的 稻仇肉身 旧约里面没有实际的肉体 耶稣基督只 在历史上 只取了一次身体 只稻仇了肉身一次 所以旧约里 只是显现 神以那种 可见的那种形态 人的形态 天使的形态 向我们显现出来 所以我们看见的 无论是摩西在西奈山上 圣经说 摩西与神面对面 那是不是与这句话冲突呢 不是 旧约里面 什么包括三孙的父母 玛提亚 所看见的 那个烟花的使者 看见的 那是显现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 圣经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神学主题 上帝的显现 神的一种彰显的形式 不是真的看见神本体了 没有人看见神的本体 神在重光之中居住 像使徒保罗在提摩泰书里面所说 神在重光之处 人不可就近的光 人没有办法接近他 人没有办法看清他 那个荣耀 那个光芒 就像奥古斯丁和加尔文所阐述的一样 当我们举目看那个正午 那个强烈的日头的时候 没有办法直视 我们的眼睛就会刺伤 没有人见过神 但是旧约里面 那些百姓 那些仆人所看到的 只是上帝 扶救 迁就我们 的理解力 迁就我们的能力 认知能力 以那种形态 合适的形态 显现给我们 看而已 所以那个不是神 真的就像天 就是天使 就是人的那个样子 所以没有人看见神 因此没有人就真正的能够认识神 特别是在旧约里面 在摩西所代表的旧约之下 上帝虽然借着律法的教导 借着律法的应许 律法的仪式等等 启示了关于神的真理 甚至是神的显现 但是因这人 前面提到了 人光照在世界 世界却拒绝光 上帝在旧约里面 包括借着耶稣基督 已经 当然这个是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 就像使徒彼得所说的 借着先知的灵 在旧约的先知里面 讲话的那位基督 启示先知的那位基督的灵 所以旧约里面 基督借着他的灵 就在各种方式当中 已经启示了 但是人们都拒绝 人们心智昏昧 人们没有办法认识神 没有办法完全认识 而且特别是 那个时候的恩典的量 是弱 没有人能够靠着恩典认识神 不是说旧约里面没有选民 旧约里面没有选民 少数人 所以呢 而且旧约里面 启示的那些 仪式也好 预言也好 应许也好 最终指向 最终完全的大祭司 完全的先知 完全的王 耶稣基督 这位道成肉身的那一位 要来彻底实行 完全的救赎 带来完全的真理和 完全的恩典 丰满的恩典 故意用丰满 旧约里是弱的 隐约的 不是没有 有 带着丰满的恩体 完全的启示 旧约是显现 隐约的象征预表 显现 新约里面 耶稣基督来是 亲自披带肉身 显现 所以真理和恩典的量 是完全不同的 是终极的 因此在这里面看到 将那个看不见的 本来住在重光之内的 荣耀当中的 灵的这样的 父这样的存在 看不见的 却以人形显现出来 所以弟兄子们 耶稣曾经在地上 生活的时候说到 看见我就看见父了 对菲利讲 犹太人非常渴望 与神相会 看见神 特别是经过 四百年的这个沉默期 上帝没有向 以色列百姓说话 结果到了神的时候 神兴起约翰 作为开路的先锋 作为先知 承接着新旧约之间的 这种跨越 旧约和新约的 这位先知 引导预备 耶稣基督的到来 所以听见了神的声音 然后介绍耶稣基督 耶稣基督来了 然后他看见 耶稣所说的 所行的 他们就 他就好奇 他说 如果您将 父贤给我看 我就死而无憾了 耶稣就责备他 贝利我与你同在这么久 你竟然还说这样的话吗 看见我就看见父了 所以耶稣基督来 是一种上帝 启示的高峰 过去借着预表 象征预言 或者说异象 或者是某种显现 但是今天是启示的最高峰 这位神 这位道 亲自取了 跟我们一样的样式 人的样子 来到我们中间 透过同住 同行 吃喝 说话 行事 以可视的方式 这种可视 比旧约的更加具体 更加真实 能够摸 能够看 能够听 亲自同在 旧约里面 那种荣耀的使者 或者说那种显现 某种程度 人是不可就近的 虽然看得见 但是都是产生敬畏 但是耶稣基督 道成肉身 是一种可亲近的方式 门徒们 被他带领 三年之久 与他同在 众人都能见到他 复活升天的时候 也是一可视的方式 所以 看见这位耶稣 就是看见神 为什么 他把看不见的神 具体化了 以人形 当然这种启示 从严格来说 从某种程度来说 也是有限的 去救我们的理解力 为什么 那种无限的神性 不可能透过 有限的人性 完全能够表达出来 但是即便如此 也是对于我们来说 是完全高峰式的启示 看见我 就是看见父 看不见的父 在独生子里面 启示出来 所以耶稣基督 在地上的生活 我们看到他的教导 耶稣说 我不是凭自己说 乃是从父那里 父所让我说的说 我不是凭自己做 我在父那里看到的 我也照样做 所以耶稣基督 固然 他是第二位格 圣子 成为肉身 来到我们中间 他有他的独特的位格 他不同于父 但是他 三一上帝的救赎计划 透过他 他愿意顺服父 来表达父 借着他来成就父的旨意 人们透过他 得以认识父 所以耶稣基督来 透过他的说话 透过他的教导 透过他的行事 人们看见他 就可以认识神 这是前面讲到了 这种创造的中报 现在我们讲到 认识论的中报 或者说启示的中报 真理的中报 若不借着子 没有人认识父 若不借着子 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 犹太人的失败 就是因为他们想 不承认耶稣是弥赛亚 不承认耶稣是神所应许的 那位救赎和启示的中报 所以他们拒绝耶稣的那一瞬间 他们就自取 自己断送了自己 与上帝与他们立足 所应许的那个恩运 他们就自取灭亡 所以若不借着子 就没有人能够认识父 不信子 就不可能拥有父 有了子就有了父 所以弟兄姊妹 对于我们这些外邦基督徒来说 信耶稣基督 信了耶稣基督 我们才透过耶稣基督认识三一上帝 或者认识父上帝 没有与耶稣基督 当然这个不管是认识论 也结合救赎论 救恩论 救赎和救恩论 为什么呢 如果不过经过耶稣基督的救赎 我们就不能与父和好 这是我们明天要谈的 所以在这里面 我们一定要知道 耶稣基督是我们认识父的中宝 耶稣是道路 真理 生命 若不借着他 当然这是启示和救赎的意义都有 若不借着他 就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若不借着他 就没有人能认识父 有子就有父 所以弟兄姊妹 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重要的意义就是 纵然上帝在旧约里面 以各种形式 多次多方小欲 列祖 但是因着人的罪 因着人的顽梗悖逆 光有真理的启示不够 人们仍然拒绝着真理 拒绝着光 所以需要恩典 而这恩典呢 也是透过救赎来的 所以借着恩典 认识人认识基督 虽然我们这里面只是强调 启示性的意义 借着恩典 使我们克服我们本性的败坏 认识基督 认识基督 在基督里我们才能认识父 特别是对我们这些外八人 当福音临到我们的时候 我们听见了耶稣的福音 耶稣基督来 耶稣基督为我们定时的家 耶稣基督复活 相信耶稣基督拥有永生 当我们先听到耶稣基督的名字之后 我们透过耶稣基督 才考虑到福音 耶稣基督为我们做的事与父神和好 还有圣灵三一上帝等等 所以基督道成露神 很重要的一个意义就是 首先我们从十八节 从来没有人看见神 只有父怀中的独生子 将他表明出来 这是启示性的意义 带给我们认识神 认识父神的可能性 所以 子在肉身当中 将看不见的父 启示出来 使我们得以认识 那位真实的 所以这是启示性的意义 或者说 在真理方面 我们透过基督 得以了解 有关父神 或者三一上帝的 这个真理 所以弟兄姐妹 道成肉身 我们一提到道成肉身 要考虑到很多的真理 我们基督教核心的福音的真理 根基的真理 我们如何理解 耶稣基督道成肉身 来到这个世上 不管是欢喜快乐的 我们这里不讨论基督教 要不要 该不该过 这个圣诞节的问题 我们不只是 在圣诞节这种氛围里面 基督教文化影响的这种 在世俗文化当中 产生的一种影响 大家都在过圣诞节 什么买个苹果 什么互相送花等等 甚至去这个什么教堂里面 去参加某种活动 然后去 这个沉醉在那种 世俗化的 圣诞节的这种 节日的气氛里而已 我们要思想 圣诞节所指向的 不是圣诞老人 或者圣诞节所指向的 曾经的历史上 来到这个世上 降生的那位耶稣基督 借着玛利亚 道成入身的那位耶稣基督 为什么来到这个世上 就是启示性的意义 将看不见的神 向我们显明出来 使我们认识耶稣基督 才得以认识神 当然耶稣基督自己也是 认识父神 认识三一上帝 所以基督里面有真理 不只认识道德律 还有认识神的真理 所以盼望弟兄姊妹 我们为什么要相信 耶稣基督 若不借着耶稣基督 我们就不可能认识真理 若不借着耶稣基督 我们就不可能认识 三一上帝 认识父上帝 所以盼望弟兄姊妹 一同来思想这个事情的时候 也感恩耶稣基督 如果不降世为人 我们可能还持续在黑暗的里面 纵然他在一般恩宠的领域里面 已经赐下很多的真理的亮光 纵然他在旧约里面 已经赐下律法 礼仪 预言 应许等等 真理的亮 但是人们的顽梗和悖逆 是拒绝 不信 昏昧 但是他亲自来 伴随着救赎性的启示 恩典 使我们能够克服 我们本性的败坏 得以在他里面认识真理 从而获得自由 获得救赎 认识三一上帝 才能够礼拜他 盼望我们心存感恩 能够归荣耀给他 我们这个事情一直来到 高好 大气 一同 一同 伤疯 二 一同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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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